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以炸他之大殿受封 今时 我要将这恶贯满盈的贼子除掉 我定下一个真相 二爷 父亲 二臣这次宁可被您责罚 也要将这谜案彻底了结 刘侯 城中乱贼已所剩无几 杜老贼就交给您处置了 这件案子是该有个结果的 鞋类 好 好 好 玉大哥不在啊 公主 玉大人公务在身 平月寒凉 公主还是快些回屋吧 我想借父王 这 玉大人有令 公主还是不要为难属下了 怎么 我在我自己家中 想要见我自己的父亲 还要经过你和玉大人的同意吗 公主恕罪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平日在刑律司里 因我同进同出 一同办了这么多案子 我们也算朋友了对不对 那如今父王龙体欠安 我这个做女儿的 想要去关心一下 你也是理解的对不对 嗯 那你就放我走吧 你放我出去吧 你要再不放我走 玉大哥该回来了 东瓜 走啊 走 走 快走啊 跑出宫了 你啊你啊你啊 我 你啊你啊你啊 我 站住 叫什么名字 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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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 站住 大哥 这京城的守备 怎么这么森严啊 傻啊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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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侯殿下 难道王上还没有到 殿下 这是什么意思 赈银谜案我最近查经 那贼手早就死了 少府 我查了此案多年 当年三位元老没有劝死 幸存那个 还望您明察 刘侯我劝你不要再追查此案 你遇袭 侥幸为死一病多年 还不知错 还不害怕 非要把命丢了才甘心吗 你怎知我被袭击 此事无人知晓 你却如此清楚 大人你手眼通天 如此手段 小侯万分佩服 刘侯请慎言 我之前掌管礼部自然知晓此事 少府 我记得你曾与林靖海相熟啊 我怎么会与这种贼子相熟 臣不知留侯此番 来这里泄尘难道就是为了给臣一个难堪 少府 不要多想 我不多想 留侯你私闯我府 身上穿着战甲 手持礼剑 胡言乱语来为难老臣 还说我相熟那个林靖海 简直荒命 微臣不求你谢 留侯你是戴罪之神 来人 赞 留侯污蔑朝廷命官 收尽 林靖海逆贼 你以为用杜兰初的身份活着 就可以安政无忧 但是正义永远不够缺心 若不是你欺人太甚 为了阻止旁人查阵隐暗 兴风作浪 甚至威胁我的父王 我朝绝不能容忍 有你这般纠战雀巢的贼子 皇上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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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父王 敬儿臣查明所知 杜兰初早已死去 杜兰初早已死去 现在这个乃是冒名 他其实正是阵炎案主谋林靖海 恳请父王明察 荒谬至极 父王 杜兰初昨日与儿臣聊天室露出马脚 玉长风顺藤摸瓜 找到了当年的罪者 铁胜如山 父亲 这一点我相信哥哥 杜兰初一直阻止我们去查案 一定是怕我们查出真相 而臣知道父王这些年一直在拦我 怕我再被幕后贼库的阴谋所暗算 可儿臣如梗在喉 不敢忘记当年之事 这次儿臣担心贼妃苟急跳墙 对您不利 只能出此下策 又杀其命 你在殿中杀人 却未向我请命 你就不怕朕再至罪于你 无论父王有何旨意 儿臣绝无怨言 只是目前事态紧急 还请父王迅速出宫避难 胡闹 这那一国之军 怎么可以轻易出宫呢 不要看他 阵营暗后 十二宫内很多人 对朝廷日益不满 库荣人早已和十二宫内 反派势力合作 和亲之事 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啊 库荣 况且库荣在案 我们在明 一旦处置不到 库荣就可以找到借口 进攻我朝啊 哥哥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已经做好一切应对准备 直等库荣发作 所以为了父王的安全 请您立刻离开王宫 不可 既然库荣要来 那就让他来吧 父王 这一年来 儿臣每日都在反思 当年儿臣丢失阵营 的确该受责罚 愧对父王期许 还请父王 让儿臣将功赎罪 如果您遭遇不测 那就不只是儿臣一人之悲痛 乃是整个天下的浩劫 妹妹啊 你必须立刻准备和亲之事 绝不能露出马脚 这样 将玉长风升为雨林将 专制保护端淳安全 端淳 你可不能出事啊 公主 公主 别过来 公主 您马上就要去和亲了 还是赶紧让小人们 为您俩好尺寸吧 和亲之时 公主您可是难朝的脸面啊 这礼服的活系 公主就不要为难小人们了 我死也不会嫁 公主 公主不要为难小人们了 公主 公主 你别过来 公主 就算我死 我也不会嫁 你们给我出去 公主 公主 都下去 是 刀剑无影 还请公主小心 不要伤了自己 刀剑没有伤我 是当初教我的人伤了我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见你 公主 你应该知道 这次不仅是你 所有人都别无选择 库戎打算并容相亲 和亲只是表相 我是最不想看见和亲的人 可是为了天下所有人的太平 我还能怎么样 你不想 刑林思域大人 你们都在逼我远嫁 哥哥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所有人都错了 都错了 刘侯他不是想要牺牲掉你 他有救你的办法 有办法不牺牲 你不能说得好 杀掉沈爻就是你们的办法 你们为了这天下 有什么不能牺牲的 不要再去杀沈爻了 你别再跟我提沈爻了 你心里只有他 我和你青梅竹马 就一文都不值吗 玉长风 我认识的玉大哥 不会这样放我走的 沈爻的出现才让我意识到 我能选择自己的生活 你做了什么 从小到大 你只会说好 只会顺从我 沈爻就不一样 他给了我自由和快乐 你不懂 你不懂 沈爻就不一样 他给了我自由和快乐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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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姐 公子 你什么都知道吧 为什么要阴谎我 这世上太多身不由己之事 我若早说 你也许早就死了 可若是你早告诉我 或许我们就可以一起解决 我又怎么忍心 能把公子拖入这浑水之中 可十二宫的兄弟们 却因为你的隐瞒 而死伤无数 大哥 你就别怪花姐了 他也是为我们着想 我要是早点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不会选择玉石俱坟的方式 江总坦放弃 花何夕 你 现如今我已经身在其中 你还打算什么都不告诉我吗 我暗中帮助刘侯调查 都是为了让你远离漩涡 当时 他本打算找米莱调查 我便主动应下此事 对你隐瞒 与我来说才是煎熬 你到底隐瞒了我多少 刘侯现在有何打算 其实徐林栋大人的死 就与杜伦初有关 徐林栋大人为了还月公主一个清白 一直在追查林静海的下落 而我们也共同商议 不能让你知晓此事 在你来京城之前 徐林栋大人和刘海就找到了蛛丝马迹 林静海担心他查出真相 却派学婿暗杀两人 林静海是天津十二宫刺客派系的领导者 最擅长易容模仿 乔装的刺杀之术 我们便想 他或许装作他人身份 潜伏在京城之中 杜兰初为了掩盖真相 便主动请应掌管刑律司 他派你们去追查定州狐妖案 表面上是为了查案 实际上 是利用你们找到北定帅的把柄 让他永不回京 他做了一套以假乱针的人皮面具 与家人模仿成杜兰初一家 不想暴露身份 只因当初 北定帅曾见过他身上的伤痕 知晓他的秘密 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 北定帅夫人撕挖金矿 正合他意 于是他派儿子去帮助你们 想借机除掉北定帅 一劳永逸 便可以高枕无忧 而在你们回京之后 他便发现了你的身份 但是 他也想利用你 找到剩下的阵营 于是 他利用孔明灯案 和自己的诡计 让你和玉长风 兄弟相招 还把刘侯卷入了漩涡之中 逼得刘侯不得不放弃装病避世 重回人们眼前 他更是接玉长风之手 毁了天机十二宫 可他没想到的是 周伯鹰的傀儡案 启发了刘侯 并查出了真相 林静海 利用自己的人脉 接见了几位大人 模仿他们的言行 阵营案发后 将他们杀掉 与自己的同盟 用易容伪装之术 扮演几位大人 如假乱真 享受高官厚禄 刘侯这些年 一直和我在暗中搜集证据 对杜兰初的身份也起了疑心 查到了他就是林静海 原来当初 他和几位同党杀害了 杜兰初等几位大人 带着家人冒充了他们的身份 而他们做这些事情 无非就是为了阻止 有人追查这一案 而最终 刘侯将其于殿上正发 可是 那为什么我回到京中发现 还在追杀十二宫 花姐 事出紧急 你再不把所有的事情告诉大哥 就无法挽回了 我对公子再无半点隐瞒 大哥 你们错怪花姐了 若不是有花姐姐出手相救 我现在恐怕已经 命散黄泉了吧 那天晚上 我正准备救起 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们干嘛 他们把我关在马车里运出王宫 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带去哪里 还要把我关在马车里运出王宫 他人们 väl只是打算 我要把他关在马车里运出王宫 他们要把他关在马车里运出王宫 一眼 算是 虽然 马车里运出王宫 马车里运出 后来我便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再后来麻袋被掀开 是花姐姐把我救了下来 那三个武士我见过 他们都是向龙的手下 他们现在竟然都敢在宫中对你动手 说明宫内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 花姐 今天早上我跟大哥进城的时候 发现京城戒严了 可城内却一点风声都没有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近几天 刘侯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救下了小王子 却在宫中放任向龙 只待和亲之时 便可揭穿向龙 我们得进宫 进宫 大哥 可是现在宫里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如果事态的确失控 贸然进宫太危险了吧 可是刘侯已经行动 宫中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血雨腥风声在发生 万芸灵 他还在宫中 我必须得进宫 可是昨日开始 宫内已经加强了防守 连朝臣也不能随意进入 你若要伪装进宫 实属不易啊 今晚我们最好在王宫附近打探 这件事情和你无关 没必要把自己卷入此事当中 你若有不慎 我不能坐视不理 现在事态这么严重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 等一下 大哥 我好像有办法 大哥 这是王宫的建造图纸 嗯 十六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们回尹池村的时候 尚谋长老 就是 庞镇的那个师父 他给的我这张图 他说 这是鲁班门建造王宫时候留下的 我们也许能够用得到 尚谋长老果然身谋远虑 十六 好样的 嗯 那我们既然有了这张图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行之法 好 这里 今夜我们就行动 嗯 反复你的事办得如何了 已经通知各位将军了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您看 通知大家小王子身体抱恙 全军都听我号令 那 那是哪儿啊 公主请供 啊 将军 将军 你不能进去 滚 住手 向荣将军 您身为库荣的长使 在南朝公主的房间 酒后是一大呼小叫 你难道真的想让人认为 库荣 是北方未开化之地吗 滚 双尔 你 公主 快走 公主 快 你 别跑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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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此台power 剑 字眼 也出来了 公主 别跑 人家 不管你是谁 你敢动他一根汗袍 我定取你性命 于长风 大哥 这儿 我们去这儿 走 走 这儿 公主 玉大哥 刚刚那个局面你也看到了 我实在不想遭此礼遇 我求求你 求你放我出去吧 玉大哥 你就放我出去吧 你放我 守备的禁军已经被我撤离 出宫之后 就全靠你自己了 玉大哥 我出去之后 向龙再为难你怎么办 我自有办法 大半夜的禅案 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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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死 这么多天你去哪儿了 我怎么可能轻易会死呢 我是沈爻啊 对吧 玉大人 我原本以为悬崖之上 就是你我二人最后的告别 怎么 你是来杀我的吗 我还想着 再见到玉大人之时 你会不会继续来追杀我呢 不要再说打打杀杀的了 事情都过去了 没事 别担心 我倒是有些庆幸 你没死 如今有你能护送公主离开 我倒有些放心了 玉大哥 我们一起走吧 我要留下帮留后 沈爻 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现在不也是很好的朋友吗 什么朋友 想干掉对方的朋友 是干不掉也离不开的朋友啊 你知道我的处境 你就该明白 我走不掉也不能走 玉大哥 你若是等我 就替我保护好公主 不然我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 先别急着做鬼吧 我们悬崖上的决斗 还没分出胜负呢 若有缘再见 玉某定会全力奉陪 玉长风 万事小心 玉海 公主 一切珍重 玉大哥 玉海 沈爻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玉大哥和我说你 说你 我不相信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 你都没死 你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我被关在王宫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我遇到困难 你肯定会来救我 但是我等了这么久 你都没有来 我还以为 你到底去了哪里啊 我没有去找你 是因为别人把我的家占了 现在已经没有天机十二宫了 我把十二宫的总坛放弃了 那个地方 是天机十二宫最神圣的地方 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但是 烧毁了总坛 却保护了我的家人 这样也值得 你说对吧 对啊 守护自己的家人更重要 我等你很久 想出去很久 可我不知道 即便我出去了 又能去哪里呢 我和十六已经约在此处了 我们要商量一下 出城的事宜 出城 这京城 已经没有再待下去的理由了 我还不能走 向龙为了和亲 不顾一切 我的父亲还在王宫 我担心他 玉长风费尽心思把你送出来 如果你不走的话 那他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那如果我就这样走了 我哥哥的计划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现在向龙 在宫中已经对你不利 难道这天下 都指望一个女子吗 沈爻 我之前也想逃出去 包括金翼 而此时看到你 我多么希望 你就这么带我离开京城 可是刚才你的那番话 让我突然意识到 我也有该做的事情 不是吗 可是朕银案 跟阎王殿有关系 我是阎王殿的少公主 为十二宫洗情冤屈 让十二宫的兄弟们 不再受到追杀 这是我的责任 那你又为何会觉得 我会放弃我的责任 一走了之 沈爻 你跟我都一样 虽然你放弃了十二宫总坛 但是你却救了十二宫的不重 你的家人 而我 这次和亲我若走了 殃及的 不止家人 还有南朝百姓 我实在不能放下我的责任 我走不了 我没办法走 既然是你的责任 也就是我的责任 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会陪着你一起做 走吧 我只要是我的责任 我只要从小的身在 我只要你在这儿 就非常好 你会让我 我只能放下你 我猜的 我只能放下你 我只能猜的 郁长风 我如此信任你 你却让我失望 立刻命进军关闭城门 把人给我找出来 否则 提头来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